大家好,我是陶明 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保护你的加密货币 在数字货币的世界里,安全是最重要的 了解如何正确存储和保护您的资产非常重要 让我们开始吧 加密货币钱包有多种类型 每种都有自己的功能 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硬件钱包,如Ledger和Tresor 具有很高的安全性 因为它们可以持现存储你的民谣 这时它们不宜受到黑客攻击 软件钱包,如Exodus或Electrum 易于使用,刷合日常交易 但更容易受到恶意软件攻击 只知钱包是印在之上的密钥和二维码 它们不会受到在线威胁 但可能丢失或损批 在线钱包,如Coinbase或Binance 方便快速访问和交易 但已来与平台安全 首先要做的时期 用双因素身份验证 这就增加了一层额外的保护 需要第二个因素来登录您的账户 加密钱包也很重要 如果您的设备被盗 这将保护您的数据 定期创建并保存钱包备份 将它们保存在多个安全位置 静替网络跳鱼攻击 且无点击可以连接或在陌生网站上输入您的数据 最后,定期更新您的钱包软件 更新通常包含重要的安全修复 使用多种签名钱包 在冷钱包中存储大量资金 面向全家人的加密货币安全教育 考虑使用多种签名钱包 这种钱包要求已比交易有多个签名 这可以防止为净授权的交易 如果要存储大额资金 请使用不连接互联网的冷钱包 如果您在集中市交易所交易加密货币 请选择那些使用了解您的客户 验证并遵守反系签原则的交易所 保护自己最安全的方法 是使用P2P交易和有神机的去重新化交易所 如今,钱包很少只有一个私钥 它们通常是分层确定性钱包 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包含舒适一把不同的密钥 您只需记住CID phrase 一组方便的单词 就可以用来生成这些密钥 向您的亲人传授加密货币安全的基础指示 让他们也能保护自己的资产 我们已经讨论了不同类型的钱包 和保护加密货币的方法 希望这些技巧能帮助您保护数字资产的安全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点赞并订阅本频道 以免错过新的节目 保护好您的加密货币 再见